再来下一个我们做出来的List View 做出来这个地方返回 有这些效果 返回我们逐步来看 基本上上面的相关的按钮 分别会有一个这个返回的效果 这个返回效果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一个Back 然后也字 叫做返回也可以 或者是说另外有一种做法是那个Data Reel 这个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我们直接用返回Back Button 那另外这个地方这个返回有没有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就是在资料标签里面 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前面常常用到 这个叫 这个可以把它改成True 然后他的Test 名称就是加上返回两个字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书上 做的 在这边改 就是改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Data 这个标签叫Data Reel 有没有 Back 然后Data 有没有 这个Data Role 给它Button 这两个也可以啦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做出来都会是 像刚刚那个样式 其实应该一模一样 Back反正就返回的意思 两种做出来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这边的话做出来的效果就类似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返回 会有back的效果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来做的就是说 里面 有相关的这个 当然这地方中间 你可以加个DIV 包起来 或者不加DIV 也可以啦 直接把什么 把这个中间放一个List View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是放那个List View直接资料就放进来 但是这一题比较特殊 这一题的资料是来源哪里呢 来自于资料库 所以现在还没有资料库 对不对 所以在没有资料库之前的话 你就变成要放个空的 那这个空的里面的资料放哪些东西 来看一下 基本上 应该是这一个页面 里面的话是空的 那空的资料里面特别重要 就是说 我们要放的是在 想 景点 应该是在 最喜欢的 在这里 OK 这边的话 我们是 放在那个 Content里面 里面的话 我这边可以加一个 就是说 Ui Ul 跟增加 Ul的什么 id 叫 叫什么 resend 就是 这里面的 这个id特别注意 非常重要 因为将来我们资料 资料库的资料会塞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名称 id一定要给他 预设我们前面做的是没有id 再来的话加什么 加一个list view 把这个范围里面是要加一个 Data law等于list view 远角 有那个 可不可以筛选 有 筛选的预设 就是这个 做出来效果就类似像这样 OK 好 那资料部分等一下再来讲 怎么样把资料塞过来 那底下的话 放个什么 蓝色的 有没有netbar 那底下这个netbar 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的塞下就可以 基本上就是在这边foot 里面呢 把它固定下来 卷动的时候才不会跑掉 这前面讲过 卷动你会发现 一直会在下面 有没有 它一直会出来 这个的效果 主要是由 fit 有没有 这个position 固定住 它就固定 固定在这里 那data streaming b的话是蓝色 OK 这两个 做完之后 那底下的话 有netbar 其实就这三个 再把这三个分别放上去 三个项目 你可以用项目符号做 然后分别把id加上去 把按钮 分别相关的按钮放上去 分别在这上面看到是一个 gear 这个是 icon 像是齿轮 然后这个是home 这个是search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data icon 有没有 这边是gear gear是这一个 然后data icon home的话是这一个 这个data icon search search是这一个 分别反正一样是id icon 然后呢 它的什么 data pose 这个如果说你不加的话 好像 位置 预设 是不是也在上面 这个可以再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我的 这个位置 把它摆在上面 预设是在什么 在左边的样子 如果你希望呢 把这个位置放上面的话 你多一个icon的pose 就是它的位置 放在上面 那分别就加入这几个 之后的话 连接的话 就连接到 我们指定的 包含这个地方的话就连接new 连接到 地图 这个是连接到自己 所以加个 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 List view 部分 那再来点击它的时候 会跳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呢有做哪些动作 第一个 上面有个反围 这个一样 所以 略过 各位自己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是中间 加个什么 中间这边是一个netbar 放在content里面的netbar 做法上不太一样 不过前面我们 文印象中在我们的前面